这可不是缅甸军人为了庆祝我们华人的春节啊 这是缅甸军人拉瓦嘎的办公室又被放火了 拉瓦嘎的地理位置我们看一下 就在内比都的旁边啊 半角油门看一下 以前飞鸽经常说一角油门 这半角油门就到了 这仗怎么打呀 老潮就快被端了 这戏怎么演啊 这戏就得这么演 看到了吗 摆拍自己放了火 为了给国际社会好像是他们在灭火 这火就是缅甸军人放的 他们还在演戏 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在演戏 但是他还是在演戏 这就是幽默的缅甸军人 我就这么演戏怎么了 飞哥 你还不愿意了 你看我穿的帅不帅 我们就喜欢演戏 这位在1月22日下午1点45分 就没有机会再演戏了 他是谁呢 他就是恐怖军人 驻扎在阳光9英里处的军方军事审讯处的团级主任 少校丹图 还有他的驻守准位 敏昂 在阳光到曼德勒的高速161英里处 被PDF袭击 反抗被击毙 袭击他们的是PDF博古的3501英的三连和六连 他们乘坐的是黑色丰田轿车 车牌是阳光的2N6158 但是他们的行程被得知了 他们身上还有重要的情报资料 被包围后按照领导先走的原则 他两人先被击毙 车上另两名警卫在审讯的时候 企图多枪逃走 也被击毙 PDF可不是擅长 他是分人 对有的人他说会宽大处理 像这四个恶人 他怎么会宽大处理 他们还不赶快交枪投降 还反抗 无论如何 这两位领导 两位警卫 最后也算对得起军人的称号 也做了军人该做的事 还是反抗了 我们分享这个事 还有个原因 很多人感觉免军已经控制了免的情况 那我就想问问 到底是谁在控制局势 还有你这些行动都是秘密的情况下 到处都是眼线 到处都是朝阳群动去举报 你们军人已经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包围啊 这就是缅甸的现实 但是就是这样 还有很多人不信呢 给飞哥留言啊 说飞哥就是瞎说 勇敢的缅甸军人 武装到牙齿的缅甸军人 那你们看看这个就是你们认为的他们的结局吗 这个就是协助缅甸军人啊 把一名PDF游击队战士给杀了这个餐厅啊 还有人为他们在洗地 这就是当时被拍下的照片啊 本来这个PDF战士可以安全的撤离 他也不愿意去伤害无辜 而这些人竟然把他给杀害了 这就是缅甸军人退伍之后 也在干这些违背良心的事啊 针对自己的国民 就那些想给这个餐厅老板洗地的人 我想问问这样的人 你愿意原谅他 其他人愿意原谅他们吗 这位是谁啊 这么漂亮 他就是医生 A念我们也可以叫阿念 冬天的青帮 山上也是特别寒冷 你们看到都下霜了 飞哥为什么要介绍他呀 那肯定跟PDF有关系啊 这位就是一位勇敢的医生啊 自从军人政变之后 他就回到了他的家乡青帮 在兵荒马乱的青帮 他就放下自己的身份 逐渐的是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 兼职还得做餐厅的服务人员 还得当厨师 还得当老师 这个反差太大了 这就是这些勇敢的缅甸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 也不顾形象不行象啊 只要为了这个民族 为了他们的国家好 他们不惜一切的代价 红烧肉吗 还是做鱼肝 还得去游行 剃了光头 歇斯底里的高汗 这是准备唱歌了 这都是全财啊 缅甸PDF战士也好 这些人都得多财多艺啊 每个才华都不好意思啊 我也颠覆我啊 看到了他唱歌这个视频 这是自从政变之后 这一两年内 他在青帮的生活里面的照片 我分享给大家 看一下这两年他是怎么过来的 勇敢的一生 A念 青帮人民会感谢他 他确实现在在青帮的影响力也是特别大 看起来若不禁风的一个小女子 但身上爆发了巨大的能量 这就是我从这些个体上 看到了缅甸这个民族的希望 就是在这个国家危难的时候 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挺身而出 雇自己的生命与不顾 雇自己的事业与不顾 勇敢的站出来 发出他们的声音 工作当中的A念 那专业性呢 当然也是最好的医生了 你看到 虽然环境简陋 但是他的医德 医能 都得到了青帮人民的认可 这就是他在工作当中的照片 专业的医生 在手术室里面 再给小朋友们看病 再给PDF暂时看病 也还原了他真实的一面 越多了解 越对他是敬佩 这是另一组 这应该是他的男朋友 还是他的爱人 发现在PDF里面 很多都是一家一家的 有共同理念的人在一起 一起参加了革命 这也是他们参加青竹的一个聚会 这是他在发表一个演讲 他也做了油管 我们也可以用他这个名字搜索一下 大家搜到他的频道 这是他跟他的男朋友 他穿着青竹的服装 这是他的Facebook上面的账号 生活里面的他 原来是这样 反差太大了 我开始都觉得是一个人 这就是这些漂亮的女孩 内心当中除了美好的 童话般的对自己的未来 但是当国家苦难的时候 他们竟然反差如此之大 也是颠覆了飞哥对缅甸的认知 对缅甸女孩的认知 榜样的力量 这位老先生应该是在青竹 有巨大的影响力 去年好像失事了 我看他在缅怀这位老先生 希望成为他那样的人 所以榜样非常重要 对每个人的成长 如果有海外的观众朋友 愿意捐款 可以直接联系他 这是他的Facebook账号 他还有油管的账号 也用这个名字 你们可以实际上联系 因为关于捐款 我正好想借这个节目 跟大家解释一下 想通过飞哥捐款 飞哥是不接受 大家如果有捐款意望 直接去捐款 然后就尽你们所能 我逐渐的会说一些靠谱的 这些账号 你们可以私下自己跟他联系 因为很多的账号 他们现在PDF NUG的账号分了很多 因为有克伦邦 还有克伦尼 还有青邦 很多 所以你们有选择性的 这个飞哥不太了解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账号 我在这里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后面这些高清的照片 都是A念拍的青邦 我们也顺便感受一下 美丽的青邦 美丽的风景 还有他们这个犀鸟的图腾 青邦也是飞哥 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 等这次革命成功之后 飞哥一定要去青邦多转转 感受一下那里的自然风光 和他们青族的文化 还有那家文化 弥佐文化 其实青族的人 长得特别 跟我们华人特别像 非说不可 今天的报道特别有趣啊 因为缅甘军人不断的用飞机轰炸平民 造成了很多的平民的死亡 尤其是石该人民 还有克伦邦克伦人民 这样联合国考虑要设立禁飞区 这是缅甘军人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啊 如果真的联合国对缅甘设立了禁飞区 缅甘民养乃们怎么办呢 再分享一个比较有趣 孟加拉瓜 孟加拉瓜会不会突破成为下一个脱铺口 缅甘军人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梦中之别啊 实际上在他的周围 缅甘军人已经被围得像一个铁桶一般围着他 他想把孟加拉瓜 孟加拉国当作一个突破口 但是他能实践吗 肯定不能实践啊 他想多了 我们也看到曾经信心满满的缅甘军人矮冬挂门啊 是多么的自信写在自己的脸上 那个对未来他的独裁 为了他的统治愈化愈弄缅甘人民 但是现在看一看他的笑脸到处卖笑啊 人家要不请他的 人家要不邀请他 他都厚着脸皮要去啊 为什么呀 露脸啊 告诉大家我还在呀 我还是有能量的 但是知道缅甘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种假象 我就用矮冬瓜的笑脸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